我们继续讲AriDisk 未继续Carrie1之前 就讲回这个1.22是怎样来的 刚才明明讲了FETA等于这样的 为何会变成这样呢? 差了少少呢? 其实也不是差少少 差了22% 讲回来 Diameter of the object of the aperture Lambda就是它的光射上去弹出来 或者是pass through wave length 那些waves从这里出来 其实可以当它是一点点的光源 这样计算 一点点光源 如果光由这里pass through 然后光由这里来 同样一样东西 如果我有一个object 有些光射下来的 那它的object 一直四维会反射 也是同一个道理 不要只给一个aperture 这些东西挡住 哇,这个是个洞 不是啊,有个Circular的object 有些光射上去反射出来 是不是和光由这里pass through 四维射 是一样的 是同一个道理 对吧 同一个道理 好了,如何计算出来 DSE 就不需要知道的 那你读高一点 读大学的时候 可能会知道 可能不用 但是呢 它会用到 Integration 你不会用 这个叫做Basal Function 还有要懂这个 Fullier Transformation 或者是用这个Face Addition Diagram一边加出来 一边加 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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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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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Face 这个是计算它的 intensity 那个vector 那呢 如果你有兴趣 那些不妨 找一下书 或者上网 找一下 什么叫Point Speed Function 会有说到的 Point Speed Function 就是计算它的intensity 如何计算出来 计算它的intensity 呢 这里呢 就是Feta等于1.22 就计算到这里 那就可以 看回 那这里就解释 Abiture 扣光那个 可以当它是一个light source 一点点light source 射出来 或者你 一个圆形的物体 有些光射下去 有些光射过来的 那它怎样反射出去 都可以当它一点点 所以呢 除了Abiture之外 是Object有光射下去 它反射出去 那我们在外面看 或者在外面丙 整个营光幕 它也是会有这个方法 也对的 这个是D 这个是D 它如果出来 它也会是 有一个LED 这个方法 也是一样的 大家认识一下 这件事